清明节扫墓季节 尽管消防单位评宣传扫墓防火防灾 不过昨天清明节廉价首日 至下午17时 澎湖人传出四处火灾 消防局表示 每年清明节都会发生火灾事件 昨天统计80至17时 因扫墓引发之杂草火警案件共计事件 出勤人车总计20车44人 燃烧面积合计约7050平方公尺 第一起发生在10时 于湖西乡红螺村往青螺村方向发生烧草火警 消防局出动第二大队 湖西、马公等消防分队共计5车10人 经勤务人员全力抢救 火势于11时扑灭 燃烧野草面积达约1000平方公尺 第二起于湖西乡果叶村辉瑶方向发生烧草火警 消防局出动湖西消防分队共计3车5人 经勤务人员全力抢救 火势于14时扑灭 燃烧野草面积达约50平方公尺 第三起于14时47分于湖西乡顶湾村 监狱往沙港方向发生烧草火警 消防局出动第二大队白沙 湖西消防分队共计7车14人 经勤务人员全力抢救 火势于15时58分扑灭 燃烧野草面积达约5000平方公尺 第四起于15时23分 于马公市前辽里太子庙南边方向发生烧草火警 消防局出动第一大队 马公消防分队共计5车15人 经勤务人员全力抢救 火势于16时18分扑灭 燃烧野草面积达约1000平方公尺 四起火灾索性未造成人员伤亡及财务损失 记者 陈荣誉报导